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是国际护卫队荣誉史 荣誉墙上 一幅幅相片 一块块奖牌 讲述着国际护卫队获得的荣誉 香港青少年们 分座荣誉史左右 骑手袁靖爽 讲起中队老班长 脚掌钉钉子的故事 因为它那个马区 它时间很长 有点厚 然后那个钉子呢 就从鞋跟里面扎出来 然后呢 就是在那个走正步 换正步的第一步 就是因为我们走正步的话 它需要就是往下铺地 它抓地的话 然后那个钉子就直接 达到这个 卫队里面 陈阳明也经常参加升棋 或检约仪式 听完故事 他深感佩服 现场就请袁靖爽 教起了动作 我觉得非常的不一样 因为他作为这个 国际班的青棋手 他所有的动作的标准 十分的高 然后他的这个数字 也非常过硬 我觉得在可以被他教导 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 2007年出生的郭嘉业 第一次来到北京 在荣誉时里 他中堂旗小记者 采访中国女排国家队前队长冯坤 听着奥运冠军 讲述赛场上升国旗 奏国歌的瞬间 郭嘉业感到自豪与骄傲 我只想对祖国说 祖国生日快乐 我爱你 伴着悠扬的伴奏声 香港青少年与奥运冠军 国旗护卫队战士 携手唱起我和我的祖国 香港各界青少年访宁团团长 霍启刚表示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 也是香港的未来 他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 带更多的香港青少年 到内地走走看看 了解真实的祖国 增强国家意识和民族自豪感 我希望他们来到这里 来到看到这个国旗背后的这种小故事 无论是那个仪仗队也好 无论是科学也好 无论今天那个体育的 这样每一面国旗背后 都有自己健身的故事 骄傲的故事 所以刚才分享也说 我希望他们自己可以找到 所以来到北京 第一点就是来到这个地方 我希望他们可以有一个 离国家的这种心 牵得更实在 更连在一起吧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CM